最近民生物資漲不停 讓不少民眾的荷包吃不消 民進黨立委鄭運鵬召開記者會指出物價 調漲 牽動薪資調漲 這對國人來說是正面訊息 此話一出引起在野黨炮轟 民眾黨立委蔡碧如反嗆 鄭運鵬根本不讀書 也沒看電視 國民黨立委朱立倫也很鑽 綠營然認為薪資高 勞工朋友們接受嗎 物價漲 薪水也上漲 民進黨立委鄭運鵬召開記者會 公布著正面訊息 但可不是每個人都這麼想 這種典型不讀書 也不幹新聞 也不研究目前現況的一個政治人物 真的是X話治國 難得說的重話 蔡碧如這一句 讓鄭運鵬出面反嗆回去 文藝上面他會誤解 那他可以再重看一遍 所以但是那個大家在立法院裡面 好凶鬧鬼囚禁部 沒有關係啦 民眾黨柯主席 如果說X話治國的話 他稱第一沒有敢稱第二 這個我們不敢略美 不認識言 字句聽得出鄭運鵬有火氣 更把民眾黨主席柯文哲 也給拖下水 我是不曉得經濟學 是念哪本教科書的 反酸政委員 你經濟學是讀哪本書啊 不過近期物價飆漲 讓全台還鬧蛋黃 國民黨主席朱立倫看不下去 也出聲了 臺灣的目前工資 民進黨的委員 覺得太高了 請問勞工朋友你接受嗎 臺灣的整體的民眾的平均薪資 多少年 沒有辦法追上物價 這難道是國民黨 又不愛臺灣又渲染的嗎 民生經濟議題意外引起 藍綠白三方的口水戰 這台北最后報導 我沒有想要 阿倫 跑言 在輕人 我以為了 我以為了 這台北最初 爹